你買票了嗎 喵 選舉不買票 不賣票 要檢舉 檢舉會選 人人有責 I will be back 魔鬼終結者是一部非常暢銷的電影 那今天也是魔鬼終結者的首映位 黑暗宿命 那我們結合這個電影的一些的橋段 我們透過我們帝演署的吳主任檢察官 以及王檢察官分別擔任導演跟主角的演出 就是所謂今天的活動的主題 會選終結者 全面出擊 也是首映位 那我們非常感謝知名的國賓影城 來協助 響應 這個公益的活動 才能夠促使今天的首映位 非常的圓滿成功 而且國賓戲院呢 是免費的提供給我們這個影片 在今天開始到明年的一月十一號大選之前 在這個戲院的時候 每個電影在播放之前 都會播放這個宣導的影片 我們希望透過市民來享受看電影的娛樂的時候 能夠很輕鬆的接受到緩會選跟檢舉會選的相關的管道 而且我們要提醒民眾 我們要透過選舉公平的方式來贏得這個選戰 我們對於會選跟非法境外的資金 來影響我們國內的大選 我們地研署今天出席的檢警調 林鄭等機構的首長 都有出席今天的首映會 這象徵著我們執法團隊 對於今年的茶會 跟非法的境外資金影響選舉等犯罪活動 展開一個非常強烈的態度跟決心 會全力來查氣 也就是結合今天的活動的主題 會選終結者全面出擊 我們從現在開始到大選投票之前 我們會請我們俠內的檢調政風等單位 積極的收報會選的情資 嚴加的加以取締 而且我們檢舉會選有獎金 我們華盧部從84年到今年的10月份 總共合發的會選獎金 達到11億3700萬元 這象徵著我們的國人對於會選的痛惡 也希望大家市民朋友 能夠踴躍來檢舉會選 是我們企業也必須要去做的 而且我們個人 所有的國民都應該參與反會選的活動 那我們希望這個活動 能夠讓所有台南的市民 能夠在我們每一場電影放映前 都能夠感受到反會選的真正用意 不買票不賣票 然後有事情有選舉 那也謝謝大家 能夠同來支持這個活動 讓我們台南市的選舉 零容忍的失誤 謝謝大家 明年1月11號的選舉 那我們可以達到一個端正選風 然後選賢雲人 這是我們最大的目標 那主要也是希望拍攝影片的目的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在觀影過程 那也可以感受到這個選舉的宣導 那就是達到我們的目的 那主要講一下這個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創意啊 創意 主要因為剛好這個 那個影城要上映這個 魔鬼終結者這部電影 那我們就想說 那是不是可以配合這個 比較硬派的形象 那就是在這個選舉中 那展現我們就是說 我們鐵面無私 然後決心要查會到底的精神這樣子 然後配合電影 大概主要是這樣子 一般警察官的形象 跟您的這個不太一樣 比較說聲行人 那您平常有在健身是不是 有 就是 其實也算是我本身的興趣 那一方面因為工作比較繁重 那所以 這算是一個我紓壓的管道 那有時候去健身完之後 我覺得回去工作 會有更多的靈感 也會有更多的動力 請警察長把這支科技常會的手機 在這裡交給我們王宇成檢察官 也就是象徵著我們選舉查查的傳承 由我們檢察官要來擔當這個重責大任 那大家給我們檢察官一個掌聲好不好 對啊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